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的水都清了 现在还没有退潮 那待会就退潮了 我们准备去沿着这个T岸走 可以走整个半岛 每一年这里的每一个acre上都会长最少的 少十吨的这种grass Feed on the animals 很多动物是靠它来生存的 水也太漂亮了 somewhere 看天上飞这么多的小燕子 智末 以上 另一个 四条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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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看我眼前的这个海水的颜色各种颜色 远的地方是深蓝的 接着有点淡绿 然后左手边这儿还有点脆 现在开始准备退潮了 隔着绿色的远处还可以看见一个小灯塔 它就是半岛的最顶头了 然后我左手边这个可以看到这个是Promise Town的Downtown里面的最高的建筑物 现在我是回转一下 现在退潮退的比较快 就是刚才那个小岛的黄冠 四点多钟就可以进去都会变得干净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咱们来看看眼前 这几分钟退潮退的就露出来这么多路面 全部都是沙地还有水草 这几分钟 现在已经是在凡几色的另外一边了 这边找到很多地方 看在台上那种眼皮柜 这个快要开了 花咕多了 现在等于是站在这个一个比较高的地方 可以看看这个半岛的两边 现在看的这边是湾 远处那个灯塔 就是这个半岛的顶头 西区往右边走 就是大西洋了 那边的浪就很大了 沙丘啊 这边也有一个灯塔 咱们来看一下岛上这个植被 真是挺特别的 都是这种毛茸茸的树 走近点墙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你看 现在咱们来看一下 要离开的时候的样子 这个干掉 是如何